这架飞机不得了 它叫做飞行的剪刀 为什么要叫飞行的剪刀呢 因为它真的很像剪刀呀 难不成设计它的工程师 是剪刀组爱德华的粉丝 不对 那是一部1990年的电影 而这架飞机嘛 设计于1979年 代号ADE 后略前略 可变后略 还有二战时普遍的不略 长着这些记忆的飞机呢 我们算是见多了 但是像ADE这种一半前略 一半后略的飞机 还是真的很稀罕 所以我就想要多问一句 长成这样你究竟想要演哪一出呢 我是百科全书和全书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也许你会认为 机翼这种对飞机来说 最最重要的部分 一定会被飞机挨得不要不要的 其实并不是 它俩的关系还挺矛盾的 一方面飞机的生力 全凭机翼来提供 另一方面飞机的速度 也被机翼所限制 为什么 因为无后略的直翼 虽然能够提供最大的生力 但是飞快起来 却会在机身还没有超音速的时候 自己就先超音速了 这是由于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 更大所导致的 所以一下子阻力大增 此刻的飞机想要再超过音速 已经很难了 而如果考虑到超音速性能 让飞机有一个更好的空气 动力学外观的话 那就应该把机翼变得尽量后略 但后略的机翼 却无法提供足够的生力 在起飞和降落 这种最需要生力的时候 就变得十分危险了 你说要是都升不上天的话 再好的气动性又有何用呢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人们只能针对机翼所提供的 两个方面来选出一样进行优化 要么选起降性好 要么选高速性好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滋味 很难受啊 这种情况下 一个新的概念逐渐出现了 可变后略一样 起飞和降落时 让机翼处在最小的后略角上 以便获得最大的胜利 提高安全性 飞上天空后 才让机翼滑到最大后略角上 以便延后超音速阻力的出现 提高高速性能 这两者不就坚固了吗 最早实验这个想法的是德国人 二战时期就造了一架 叫做梅塞斯密特P1011的 原型机出来 但只能在地面上改变 机翼的后略角 真正把可变后略翼 带上天空的 是后来美国的X5实验机 它采用一套电动马达系统 来调整机翼的后略角度 虽然只造了两架 还坠毁了一架 但是却收集到了宝贵的飞行资料 并使这个想法得到了验证 这才有了后面的F14熊猫 米格R7狂风等等 可变后略翼的战斗机了 好了 该说到AD-1了 它也是一架可变略翼的飞机 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是个直翼 当飞到最高速度后 机翼就可以绕着中心 旋转60度变成一把剪刀了 我们可以理解 这样做的目的 一定跟可变后略翼是类似的 就是为了提高飞行的速度极限嘛 因为机翼后略和前略 都是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 甚至前略可能还要再更好一点 这个视频欢迎大家去看看 里面有详细的讲到 但是既然后略翼的飞机 已经都有了 为什么还要再整出 这么一个拐胎出来呢 它相比起 纯粹的后略翼 到底还有什么好处 肉眼可见一点 就是后略机构被大幅简化了 当两个翅膀都需要后略时 需要两套旋转机构 而ADE连在一起的翅膀 旋转时则只需要一套马达了 成本立马省了一半 这就是最明显的第一点原因了 第二点原因 还是跟后略机构有关 当左右机翼是一个整体 并只被中间一个连接机构 连在机身上时 它相当于一个吊车 通过这个连接点 来把飞机吊上空中 在这个连接点上 只会受到向上的拉力 并且不管机翼怎么转 情况都不会发生变化 这有助于简化在 此起连接作用的 后略机构的结构设计了 再来看看普通的后略翼 由于每根机翼 都同机身单独连接 像是拽着螺丝的扳手一样 所以它施加在连接点上 就不是一个垂直向上 方向不变的拉力了 而是弯曲力 更糟的是 随着机翼后略脚的增加 这个弯曲力 还会进一步在机翼平面上 合成扭转力 由于中想要把机翼 扭成麻花的趋势 这句要求 后略机构必须要设计得 足够强壮才行 成本重量都上去了 而且还必须要有两个 相比起剪刀手 ADE上面 那一个简单的图钉来说 当然是不划算得多了 第三点 跟普通后略翼飞机 变化的生力中心有关了 随着机翼后略 其生力中心也在后移 如果此时不做相应的补偿呢 比如调整机翼的控制面 来平衡这个趋势的话 那么飞机就会 头冲下一路扎到地面上了 而这样的补偿 又会增大飞机的阻力 提高油耗 付出的代价也不算便宜的 但你看看ADE就没有这个困惑了 因为疫情以后的略翼 是对称的 所以生力中心一开始在哪儿 略完之后还是在哪儿 不需要补偿 不需要增加阻力 不需要多少油 再系上一笔划算的账 所以全世界的人都是很计较钱的 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 包括把飞机改成四部下 你看这样一来 生力又大又不好油 速度还快 ADE的设计者呢 其实是希望这样的飞机 能够实现短距离一起飞 长时间巡航成为更合格的 空中加油机和潜艇猎手的 但是它显然不够争气啊 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它的优势 虽然明显但还不足于压倒 而它的缺点就是压到一切的致命了 主要有两点 一是随着机翼转动的角度变大 沿着机翼方向流动的展向气流也会变大 它会加剧作用在机身上面的侧向力 并将它重新定位到一个方向上 使飞机发生滚转和偏航的方向上 为了抵抗这一点 ADE在机翼掠到最大角度时 必须先主动把自己的鼻子向右旋转一度 然后整个右侧再向下旋转7度才能够正常飞行 这种精准的操作几乎不太可能由飞行员来完成 第二点呢 这跟控制面的失速有关了 前掠的机翼首先会在一根处失速 后掠的机翼则首先会在一间处失速 但控制面都在靠近一间的地方 这就意味着 后掠机翼的控制面比前掠机翼的控制面更早的失速 使飞机的一侧开始失去胜利 飞机便会向着这边滚转并偏航了 但偏偏我们还就是失去了这边的复翼的控制能力 使想要纠正起来也变得十分的困难 很容易就进入到恶性循环 并最终演变成一场螺旋状的高空跳水了 所以缺点大大压过了优点 ADE也在飞行了79次之后呢 于1982年的8月7日结束了其短暂的一生 尽管飞行的剪刀我们是看不到了 但是这架试验机留下的许多宝贵遗产 也增加了工程师们对飞行器设计的认知 的确啊 飞机设计是一个理论与实践高度依赖的学科 希望能够在未来多看到我们自己的怪飞机上天 这样离各种各样的突破也就不远了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见